军车载着反坦克飞弹 却被从天而降的炸弹 瞬间炸个金光 加萨高楼遭到连环轰炸 以色列部队被目击 从陆上甚至海上 还有空中三军整合作战 联合攻击哈马斯在加萨里的地面目标 不只陆海空的3D作阵 在加萨的南部和北部 也能看见以色列部队持续地动员 打算南北包夹加萨 让哈马斯成员无处可逃 以色列军的地面战进入第六天 部队指导加萨哈马斯大本营 不过却也传出哈马斯成员 倾巢而出 双方爆发激烈向战 以色列总理那坦雅胡坦言 军方已经付出巨大代价 所以不达胜利绝不停手 哈马斯领袖同样强硬 还拿关押的人直心脏威胁 誓言要击退入侵加萨的以色列大军 TVB新闻总报道 好 那么说到付出代价 接下来记者礼节 就让我们看看国际间对以色列最新的行动 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和以色列的冲突 目前已经超过三个星期了 造成上千人死亡 甚至有数以万界难民流离失所 面对断水断粮的状况 而目前埃及是已经开放了边境拉法的关口 是同意能够让90名的巴勒斯坦的伤者 还有450名的外籍双国籍人士可以通过 而对此约旦他们是说 已经要召回住在以色列的大使 同时也拒绝那些已经离开约旦的 以色列大使回到约旦这个地方 而对于这样的状况 中国大陆的外长王毅就表示说 中方支持尽快召开更有效的国际和平会议 也希望能够推动巴勒斯坦的问题 能够重回两国方案的轨道 而根据了解 其实以色列在这一次宣证之后 其实他们针对加萨的恐怖组织 已经展开1.1万目标打击 当中就包括了作战中心 地道还有哈马斯这些恐怖的小组 那根据了解 其实加萨和这个地方 其实发生了非常多这些军事的冲突 而这样的冲突逐渐上升之后 其实周边的国家也都非常的紧张 而在埃及他们就表示 已经在拉法的关口 部署数十辆的坦克还有装甲车 就怕这个冲突越演越烈 他们的难民也会在短时之间 大量的涌入恐怕也是难以招架 是看起来埃及是很怕被以色列拉下水 继续请礼节 对我们看看又是什么状况 以色列的驱逐计划曝光 埃及就说他誓死也要捍卫到底 这个情报是来自以色列的情报机构 他就提议将230万的加萨平民 要来转移到埃及的西奈半岛 而这样的消息一传出之后 埃及的总理就表示说 准备牺牲数百万人的性命 要保卫领土 不惜一切代价要守护主权 这个意思就是他们不惜自身的利益 作为解决区域问题的代价 其实说的是非常的重的 而他这样子回应之后 其实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就表示说 针对这样情报的报告 他们希望能够淡化成假设性的练习 但就算是假设性的练习 其实也让巴勒斯坦当地人民 觉得是非常的恐慌 也不听想起在1948年的时候 当时以色列要立国 其实也让非常多巴勒斯坦的难民 被迫离开家园 那么对此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 主席发言人就表示说 他们反对以任何形式 任何方式来让他们的人口 转移到任何地区 认为这是一个不可以跨越的红线 而且他们也不希望 1948年的灾难日 再次在这个世界 在这个时间点再次重演 阿波至少昨天 拉法关口暂时的开放 第一批离开的大概600个人当中 据了解有台湾人在里头 终索26天的大门一打开 所有人拉着行李就往里头冲 因为从加萨通往埃及的拉法口岸 终于开了 可以看到第一批公约600多人 其中约335名持有外国护照的加萨难民 经过查验护照和文件手续 终于能坐上离开加萨的巴士 而这群人包括持有台湾护照的 非政府组织志工 也包括10名日本人 接下来可能还有500多名美国人 都会分批离开 另一边216辆援助卡车 也获卷从埃及进入加萨 不过西方媒体关注的 却是这些进入口岸的紧急车辆 因为有大批救护车忙着载运上患 而且其中大部分都是小朋友 第一批81人要送往埃及搭建的临时医院 CN也在现场职集 拉法口安终于能开放 全出幕后大工前是卡达从中卧学 CN说以色列和哈马斯 似乎不让步 让加萨变成露天监狱 现在对外口安重新开放 也让加萨平民有机会离开战场 TVBS新闻众报导 不过到目前为止 美国是持续力挺以色列 后续可能蒙受什么样的损失 继续我们要请李洁带大家看最新的分析 就在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宣布进入战争的第二阶段之后 以色列似乎是已经大开杀戒 是已经是一个成为无差别的军事攻击 因为他们不仅袭击医院 奈米因其实造成非常多的平民 是受到攻击的 那么美国一开始接受干预 是希望以色列能够战毁这样的攻击 但是在后来联合国的会议当中 针对停火案 其实美国是连次三次投下否决的票数的 但可以知道是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 就有专家认为说 以色列大开杀戒 但美国思路是完全不管 恐怕让美国丢了中东了 那我们来看 目前专家就整理上这样子的内容 他就提到说 中东反以战线更加的稳固 但是也可以看到 美国的主导权似乎是越来越弱 他就提到说 要促使沙蚁和解不可能 要促使中东和解更是不容易 如果只有靠军事来威者的话 是难以长久的 再看到的是 支持以色列屠杀行动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 美国他们一直都是 以文明世界的形象来包装 但是他们说是文明 却支持以色列屠杀行动 这样的文明形象 似乎当场被摧毁 我们可以知道这样的情况 就有认为说 其实必须靠硬实力来维持秩序 但是如果经济是一个空心化的话 他恐怕已经失去优势了 而最后可以看到的就是 在这样子的冲突之下 美国似乎是把所有的注意力 都被这个中东地区来整个拖住 是没有时间没有力气 再来抗衡中国大陆还有俄罗斯 这也会让这个中国大陆 有更多时间来增长他的实力 而美国在这当中恐怕也埋葬了 他们在中东的霸权 甚至还要担心 有可能军事基地也会被破坏 现在美国面临的是一个不可逆的损失 想要掌握更多新闻资讯 欢迎可以拿起手机 来扫描这个QR Code 就能让你新闻不楼杰 好 那么现在美国其实不止外交 在境内也出现不安 长川腾名校康奈尔大学 日前还有人放话说 要杀害犹太学生 而现在美国FBA抓到嫌犯了 是一名正在康奈尔念大三的华裔学生 那么这个学生的爸妈 接受访问倒是为孩子喊冤 他们说这个孩子有精神疾病 康奈尔大学犹太学生 可以暂时松一口气 因为扬言要在校园杀光 犹太人的嫌犯已经落网 发布骇人仇恨言论的就是这位21岁 康奈尔大三华裔男学生派翠克戴 他在学校社群上威胁 要在紧邻犹太中心旁的学生食堂开枪 但美国犹太社群的危机感难消除 与美国各地秦巴勒斯坦组之间的分歧 持续扩大 在加州有犹太人经营的冰淇淋店遭破坏 冰州也有人在墙上涂鸦 血上与加萨人站在一起 只是麻州大学 清巴勒斯坦学生因为竞作抗议 多达57人被逮捕起诉 美国犹太和清巴勒斯坦 各自捍卫立场 维州总检察长监控慈善团体 就怕清巴勒斯坦组织 利用加萨惨矿募款 把资金转手流向恐怖组织 危害全球犹太人的安全 TVBS新闻怎么办 您现在收看的是TVBS新闻台 欢迎收看下午三点钟的整点新闻 我是韦佳琪 头的焦点先带您关注到的是 在屏东墾丁夏都饭店 传出两车伤状的意外 一号晚间一辆 电视频